0-2 国语名将再度被横扫 陈宇飞被打得目光呆滞 戴思颖完胜进4强 夺得双方交手6连胜 首局比赛一开始 戴思颖率先连得2分 取得短暂的优势 紧接着 陈宇飞很快便将底分追平 又以5比3领先 之后 双方开始限制僵持 以分不断交替上升 这位是感觉的 执行的 执行的执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0比10 在这关键时刻 陈宇飞顶住压力 11比10 以一分的优势进入局限 局限之后 双方的比分 依旧追得很紧 不断站平 小戴连得2分 再次获取微弱中式 之后 陈宇飞加强了防守 又通过后场凶猛突击 迫使小戴出现失误 自己则抓住机会 连得5分 将比分追平 并反超至18比15 但之前过度消耗体能 在后面的进攻中 显得力不从心 戴兹颖抓住机会 主动出击 迅速将比分追平 之后 右连得2分 拿到首局局点 在关键时刻 陈宇飞的一技下压放 直接上卡连得6分 戴斯赢比 21比18 拿下首局 第二局开局 戴斯颖迅速连得3分 拉开分叉 2分钟 陳宇菲極力追趕 終於將比分追至5比5平 但之後又出現不必要的失誤 小代再度以7比5領先 陳宇菲再度進入追分局勢 又將比分追至8比8平 每當陳宇菲將比分追平 繼而又出現莫名其妙的失誤 代思引重勝追擊 將比分再次擴大至11比8 卻入第二局局勢 局限之後 陳宇菲的體力明顯不如小代 由於體力消耗過大 他的防守開始出現漏洞 小代繼續增強進攻 連得5分 不斷將優勢再一次擴大 儘管陳宇菲極力防守 仍舊無法防住小代伶俐的進攻 小代以20比13達到賽點 小代以20比13達到賽點 陳宇菲關鍵時刻也沒有放棄 連追兩個賽點 最終一個殺球出界 以15比21又咬第二局 代思引以大比分2比0獲得勝利 覺得意思的是 兩人歷史幾路 陳宇菲又戰又贖